没关系 基本上我们从你这个图形看 只有几个问题你要去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从肝跟胆 两个同时亢奋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推测到说 我们可能在肝胆的地方 它有堵塞的问题 那从哪里可以看到 从脚拇指的横路 如果脚拇指的横路越深 代表它本身的堵塞的程度越多 每一个人都有堵塞 这是深浅的问题 那如果说再有横条纹的话 那就更严重 那如果再看断 如果说它的指甲 它会有陷下去的感觉 那代表它整个身上的能量 都相对的都已经降低 我们讲能量 一般来讲 我们中医来讲 它的气比较虚 它本身稍微动一下就好累好累 那从在这里我们看到 因为你的基本上来讲 晚上都是比较早睡觉 我所谓早是清晨12点以后 那这个因为是11点到1点 是肝的胆的修复时间 1点到3点是肝的修复时间 这一段时间要深层睡觉 如果没办法深层睡觉 就等于说你让你的肝跟胆 每天都在加班 加班久了以后 它累积了 它的功能自然不脏 那又加上肝跟胆 它又没有神经系统的经过 所以它的衰败 我们人不会感受得到 所以我们在每次在做检查的时候 我都指数正常 那我们有看过有很多人 你才检查过了隔一段时间 就暴毙了 为什么 因为肝它的功能在70%以上损坏的时候 等于说你剩下30%以下的功能的时候 它才会产生病变 否则的话你检查大概都是正常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肝以中医来讲 它本身就是所有的病开始 都从这里开始 所有的病开始就从这里开始 那从这个 姜老师你在这里就显得说 你都是睡觉才晚 这是我们生活习性 那如果我们讲说 如果现在没有电脑 没有手机 没有电视 没有网络 要得肝病也会有一点难 是不是这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你会看到 你这里有一个圣经跟胀胱经都低下 那我请教一下姜老师 你奉天的时候手脚会不会冰呢 不会啊 不会 那你手心会不会很热 很热 也不会很热 我觉得温暖 温暖 首先 那基本上来讲 你从这个地方来讲 我们来看 你会不会这里 或者是这个地方 会常常有所谓的肩颈 比较紧 或者酸的感觉 对我肩颈会比较紧 对比较紧 对对 那属于长期属于那种状态之下 还是说偶尔发生 我觉得 比偶尔多一点 比偶尔多一点 对 比长期又少一点 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你的肾气 很明显的是不足 是不足 那所以他这里 他会肾气不足 他会关心到你的胸部 胸部的地方 就是你的心筋的部分 这里也会造成 你有一点紧 有闷的感觉 那这里的处理就是 这是属水 这里属火 那一般来讲 我们是不处理火 处理水 你把肾气提升的火 自然可以这样 水多了 火就少 水少了 火就多了 就是在中医的一种 平衡观念里面 它是很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 基本上来讲 他这里 就是一种 互动关系 那第三个就是说 皮 皮 那因为我看到你的资料里面 都是所谓的 大便都属于软散的 不成型的 那是最近 以前都是蛮好的 以前都是 像香蕉这样 最近比较散 散 那这个就是说 你的皮 的功能 就是它皮属硬化功能 就是它 比如说你可能会 喝了水 尿尿的 尿出来就清清如水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它没有透过 身体的循环 再拍出来 就没有办法把灰带出来 那基本上来讲 它是等于说 你皮的功能 是相对的降低 嗯 好 那 再来就是说 你大便在 在 软散 就代表 它在整个的 这个消化领域里面 它是属于 是有 衰败的 因为它不成型 是代表 不是代表说 你只有肠道的问题 是代表你的 这个消化系统 它是整体上的 整个衰败 嗯 这整个衰败 不是一天两天嘛 随着你的年龄 越来越来 功能 越来越差嘛 所以这个皮 基本上来讲 你就是让自己的皮 要多修养 嗯 那怎么修养 因为皮 一般来讲 它会看到 你是不是有一种 叫做 湿气太重 或者属于寒气太重 我刚才问你说 你的手先会不会热 那 手先如果热 就代表你这个地方 的寒气太重 那寒则你 就是你夜寒 就像我们在 冰箱里面 你夜寒 它的动作就不动了 它要衰败也慢 但是它要做工作呢 也做不了 那我们身体是必须 每天要有热度 我们身体36.5度以上 那如果你低于这个温度 你的功能就怎么样 相对的差 那这里皮 它就告诉你 你在这里如果说 皮的有湿气 或者说它有肿大的现象 它的功能相对的降低 所以你喝进去的水 或者吃进去的饭 你吃了越多 它就拉得越多 我们称之这个 叫做白吃白喝 因为它只是吃进去 但是它对你身体 没有吸收的功能存在 或者是吸收功能很少 那对我们来讲 吃得多 拉得多 就这样而已 所以你喝水进去 马上就尿掉了 这种可能就是因为 你看你软散 这个成因可能是 机会蛮大的 是不是 这个机会 所以这从里面来看 然后我们再看看 你整体上来讲 像老师 你看看 整个你的上上下下 是属于规则 那这个情形就告诉我们说 你本身的经络的混乱度 是相对大的 所以你可能会检查 检查不是什么毛病 但是觉得身体乖乖的感觉 这个从我们这里 因为你上上下下 你看 这个都属于 unbalance的状况之下 那这个也是 对不对 像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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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属于那种 不规则的 你看它整个图形 就没有 整个偏上 或整个偏下 那个味道 就是代表你整个 平 平衡度 在整个经络的平衡度 是稍差的 那这个就是 其实它就是 病变的一种前奏 大概是这种情形 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 没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也不懂这个 哈哈哈哈 没关系 这个是互相学习啦 嗯哼 那这样 以你这种年龄 你还有MC吗 没有了 没有了嘛 对吧 你都很早睡觉 看到清晓是这样 你写 感觉